来看这台湾首见的 之前被动保团体质疑卖老虎的台南蛇王黄国南 他创下了国内野生动物繁殖的新记录 园区里有一对公狮子跟母老虎交配 就顺利产下了三只相当罕见的狮虎 又叫做镖 其中有两只就存活了下来 不过县府认为 保育动物都不能够私下繁殖 将要开发 保温栏里的小baby眼睛都还没有睁开 却相当的好动 不停的爬来爬去 身上的毛有狮子的颜色和老虎的斑纹 他们就是由受孕率极低的公狮和母虎交配 全世界目前存活才不过十只 相当罕见的狮虎又称作标 这对七梅竹马的公狮母虎 生下了三胞胎 不过只有两只存活下来 原方还特别煮舌汤加奶粉 来喂食这对小狮虎 但是狮虎是属于保育类动物 未向县府报备自行繁殖 违反了野生动物保育法将被开发 让园区的主人觉得很委屈 也没有是特意啦 因为一般的老虎 就是你把它混在一起 一定会互相咬死 所以这样就是从小时候就在一起啦 之前才被动保团体 质疑卖老虎的园区主人黄国南 现在园区又生下了难得一见的狮虎 虽然创下了国内野生动物的繁殖记录 不过保育人员怀疑是人工刻意繁殖 除了将主动记录调查 也不排除必要的时候 将这对可爱的小狮虎没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